赖清德口口声声说 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北万里人 据了解赖清德的祖先 在清朝的同志年间 是从福建、张州 移民到台湾的云林古坑 后来因为父辈 因为北上采矿的原因 才搬到当今的新北万里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土生土长的万里人 两岸都是中国人 在土地上、在血缘上都无法分割 如果赖清德不承认他是中国人 那不就是缩点忘主了吗 赖清德敢说两岸互不隶属 却不敢高声喊出台独 就是因为他知道台独是死路一条 对方行为美人 加年的 气 启 感谢观看